老师刚才讲这个探索啊 因为呢老师的专业啊 还有您呢已经辅导上万件的这种的个案当中啊 依照您个人呢 你怎么样来帮这些人来探索 他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怎么样来解决呢 老师 我最常用的方式呢叫做系统排列 因为我每个人都活在系统里面 比如说从小在家庭 工作之后在工作的系统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大的社会系统 然后我们全世界每个人又活在这个地球的这个大系统 所以每个人呢在这个深层 其实呢系统里面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那甚至呢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 这一家人呢一代一代也成为一个家族的系统 所以呢我用这个系统排列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去探索 我们自己心里面潜意识的这些感受这些想法之外 还可以探索到更深是这个系统里面共同的这一群人 共同的要面对的事情 或者共同没有解决的事情 或者共同过去造成的比如说创伤也好 或家族的某一些事件带给我们一代一代的影响 比如说我今天又做一个案例 这个他呢从小爸爸妈妈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他没有跟妈妈碰面了 结果现在自己长大也结婚了 那要结婚之前他自己就想 我一定不要像爸爸妈妈 以后呢会导致离婚这种情况 因为我有孩子所以呢我不要重复他模式 结果猜他为什么来做个案 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先生也出现了 快要离婚这种情况 那小孩呢就是还很小 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很难过 然后说我为什么不想重复爸爸妈妈模式 但是我们却又发生相同的事 所以我们透过信用牌一探索 就知道说原来他卷到爸妈妈之间 他们的大人之间的问题 他很想要帮他的爸爸 他很爱他的爸爸 那因为他觉得妈妈对爸爸不公平 所以呢就在这里面呢 他就怎么样不知不觉 就卷到他爸爸妈妈中间的事 那一卷进去 这份爱呢就让他很盲目的 怎么样好像忠诚于这个爸爸 忠诚于妈妈 忠诚于这个家的这种事件 那他的爱就想说 哦我要帮他们 但是这种爱是潜意识里面 说哎我呢 头脑表面不想跟他们一样 那潜意识怎么样 就跟他们像了 所以呢他到长大之后 哎就找了一个人 同样他们也发生这样离婚的事情 老师刚才讲到忠诚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的周遭一些朋友 我相信我们现在在线上这些朋友 也都有这样子一个感受就是 我们都会常听到说 哎他的父母离婚了 哎他的孩子好像也比较容易离婚 所以这就跟刚才老师讲 那个案例当中 那个忠诚是有关系的吗 可是他都知道这个不好啊 他千万不要跟他爸妈一样啊 他希望他自己有一个好的婚姻啊 希望他的婚姻幸福美满啊 可是怎么不知不觉 又走进去这个胡同里面了呢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深层的心里面的一个动力 表面上我们头脑一定会告诉自己 我不要像爸爸妈妈一样 我不要像他们一样 可是呢 深层我们对于爸爸妈妈 都有一份爱 有一份连结 那这份连结跟这份爱 让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归属感 就是我们是一家人的 你是我的爸爸 你是我的妈妈 我们是归属一家人 那归属感呢 怎么去维系呢 就是大家发生相同的事 做相同的事 所以头脑表面上是 我不要像你们一样 可是心中的 潜意识里面的归属感的需求是 不知不觉我就像你们一样了 这样我们才会是一家人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一种潜意识 如果我们没有觉察到 那我们就会呢 头脑虽然这样想 但是呢 潜意识带动我们去过这样的人生 那怎么可以去看到 潜意识里面这一切的情绪 这份归属感的这个走向 那透过信用排列就可以帮我们看到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给帮助我们探索 深层的心理的这些力量 蓬燃道 呢 楼